桃園市有67支的水环境巡守队 一共有2690名的队员 守护了173公里的河川 而为了扩大河川任养的范围 今年环保局公开招募三队的申力军 邀请民众可以大力响应 水环境巡守队员不论天气状况 总是站在第一线守护水环境 除了协助巡护流域范围 也针对水污染事件进行通报 展现热忱的环保精神 桃園市环保局公开招募三队申力军 邀请薪雪加入 桃園地区的水群队已经有67队 66队就是在地的社团 还有就是一队的企业美光 这几队当中我们总共的人数 大概将近了2700人 这2700人守护着我们桃園 170几公里的海岸线还有河川 那非常感谢这些水群队的付出 那我们现在招募的对象 希望说是针对还未列管 未任养的地区的河川 桃圆市是全国少数为了水群队制定 绩效评比奖励计划的县市 有鉴于水群队的付出 编列补助经费 完善水群队的巡护器材以及装备 提高效率和安全性之外 也鼓励认真奉献的巡守队伍 那他们可以在环保局的网站 可以下载简章 那这些的条件包含了就是说 我们成立的人数必须20人以上 70人以下 那还有一个条件是说 他们每个参加的成员 必须要有环保志工的认证 环保局对于新加入的团队 将进行辅导办理相关培训课程 民众可以上网报名并邮寄 时间到10月27号为止 邀请民间团体加入守护桃源水环境的行列